早安 歡迎收看財經焦點 今早的財經焦點 跟大家講一下新能源相關的股份 新能源相關的產品 看到內地方面 始終加快佈局碳中和的政策 到底哪一種新能源類的股份 潛力來講會比較高一點 我們稍後跟大家再談一下 太陽能的ETF能否買得過呢 我們今早做財經焦點 請來南方東英的Barbara 跟大家分析一下 你好Barbara Hello Katrina 早上 你好Barbara 不如先跟大家講一下 你們對新能源這個行業 相關的前景看法是怎樣 為何會推出相關的ETF呢 其實如果投資者有留意 上年其實很多的股份 都會受到一些政策 或者國策影響 例如重磅的科技股 科技指數由10,000點 滾到現在5,000多點 甚至是其他板塊 例如是教育股 豪賭股 甚至是內房 都是有一些政策出台的 但是看看 一些潔淨能源相關 環保相關 甚至是遠一點新能源汽車相關 反而上年都有受到投資者追捧 所以我們有見及此 就希望可以做一些國策扶持的板塊 給投資者投資這樣的情況 所以如果是看回 其實全球都在推動環保 特別是中國內地都在十四五規劃裏面 都要做到炭達峰、炭中和等等 所以這個就是未來都會建議投資者可以留意的一個大方向 剛才你特別都提到 內地方面那個炭達峰、炭中和的政策 不如可不可以跟大家講多一點 現在內地方面的電源種類的發電量的情況 到底是怎樣呢 其實我們看回一些數據 由2020年 其實中國的一個能源消耗 都仍然是以煤炭為主的 但是如果我們看回 就是說去到2021年 就是剛剛去年的時候 其實太陽能光復 和一些的潔淨能源的佔備 都是在一個社會的一個用電量 其實只是佔11%左右而已 但是隨著這個叫做環保相關的推動 那這些的潔淨能源 其實預計去到2050年 太陽能光復 其實會成為了這個中國的發電量 最大的一個第一大的電源之一 所以可以看到 其實有很多的專家 或者是國策都會扶持這個方面的發展 可不可以再講多一點 就是2020年 剛才根據你們的統計 就是你們所得到的統計資料 現在我們內地方面 都是以火電的電源種類為主 是嗎 是的 除了就是以一個火電為主的發展 還有就是為什麼內地那邊要推動這個減碳減排呢 其實因為中國它有八成以上 都是因為工業和一些用電量 所以是令到這個叫做碳排放這麼高 所以如果你要減碳減排的話 其實就需要在這個發電那裏 減少使用這些煤炭 或者用多些再生能源 才可以推動到整個環保業務的發展 會不會說其實接下來 相關這些火電都會陸續的淘汰 但是火電 核電這些都陸續淘汰的了 其實我們相信短期內 都仍然會有一個叫做兩邊都會使用的 因為去看上年 例如是Q3 Q4 都會有開始做一些限電的措施 但是反而就是有少許太陽能 或者一些潔淨能量的技術 就還未說真的很成熟 可以完全替代到火電 煤電 所以如果是說要完全去替代的話 我們相信仍然是有一些時間 但是目前來說 就是現在可能兩邊都會使用 但是逐漸隨著技術 或者是一些發電量越來越多的時候 都會是慢慢隨著越來越多 都是用一些潔淨能源 不是只是用一些火電 煤電去做 就會慢慢淘汰了 或者是慢慢已經取代了這樣的情況 我們看回張圖 根據都是你們的資料去統計 去到2050年電源總類的發電量 圖裏面三個圈圈 最外面的圈圈 就要求近四成的黃色部分 就是光復 即是你們預計 接下來要求近四成 內地方面的發電量 都是來自光復 至於9%那個就是2025年的預計 而至於2成8的光復黃色圈圈 那個圈圈 就是來自2035年的預計 我們都看完各種電源總類的發電量 不如都再講回這次的太陽能ETF 其實這個指數編制的方法 可不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包括哪些行業 是否都是以A股的公司為主呢 是的 其實我們剛才為什麼集中 就是講一些A股市場 或者是中國內地那邊的政策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如果我們看回太陽能光復 整個的產業鏈 無論是上游 中游 下游都好 很多的龍頭 其實全球的龍頭 有七成都是聚焦在中國A股那裡 所以為什麼我們推出一些 太陽能相關的ETF的時候 全部都是會使用了 A股的一些成份股 就會是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的 市值50大 最大50隻市值的成份股 就是包括我們剛才也有說到 產業鏈 無論是上游的歸料歸片 中游的電池組件 甚至是下游的一些太陽能發電系統 電站都會包含在裡面 可以幫投資者就是說 不單止只是買一個 這個產業鏈的一個部份 其實整個指數裡面 都可以幫大家做到一個分散風險的效果 看回你們提供的資料 其實看到電池組件 電池片相關的產業鏈的比重 好像相對多一些 為什麼有這個情況 其實我們都可以看回裡面的成份股 因為很多的成份股 其實它不單止只是做一個部份 例如有些成份股它會做歸料歸片之外 都會做一些電池組件 還有就是因為電池組件 有機會可以是不單止是內銷 甚至是出口去到外國的 所以這些都會是它們一些發展 希望是可以做不同的業務 或者在不同產業鏈的部份 都有參與到 就可以擴充到它們的業務 令到它的成本更加大幅降低 不過這些相對的股份 好像只是針對A股那邊 會不會其實都擔心不是那麼全面呢 因為始終我們近一點 我們港股這邊都有一些相關的股份 有沒有包括到 會不會其實都擔心一些不夠全面的情況呢 其實相對來說 我反而覺得A股那邊的選擇是比較多的 因為大家如果看回港股 可能就是一些信義系 或者是福萊特玻璃等等 但是其實A股有超過80隻 這些太陽能相關的成份股 而且就是它們上年很多都會有一個 雙位數字的升幅 有一些龍頭甚至升超過一倍的上年 所以比對來說 如果是說看回港股的這一邊的個股 其實選擇來說都會有的 但是相對比較少 而且就是比較集中在一些中下游 但是反而如果A股指數ETF的話 大家都可能留意到就是 我們剛才有講到 不單止是說包了上游 還有一些全球產業鏈的龍頭 包括龍基、中環股份、通位股份 其實都涵蓋在裡面 反而我就會覺得是更加全面 那龍基股份的佔比的拳重 是不是相對多一些呢 是啊 沒錯 是啊 龍基來說 其實就是目前我們的第一大持倉 有些投資者可能都會關注到 其實龍基的股價由2017年 可能大概都是20幾元 去到去年Q4的時候 高位其實是上到103元 所以我們這隻產品其實就是 去年的年中才推出 其實上市大概4、5個月左右 受惠著龍基和一些大型重磅 在港股拉升底下 上市未到半年 其實已經超過了50%的升幅 對於一隻是追蹤實物的ETF來講 那個升幅是非常之厲害的 大家如果比對上年Q3、Q4的時候 港股的一些情況 所以我們都會建議大家 如果選適合一些國策扶持的板塊 其實ETF都可以幫大家 抓緊一個機會的 不如集中說多一點點龍基 看見它始終是年頭股份 它做的業務是不是 上下游都包括了在裡面 就是拿到的優勢呢 是的 其實龍基是全球最大的 一個單晶龜的一個供應商 它的公司的業務 都會覆蓋了整個的產業鏈 包括我們剛才有講到 龜鳥、龜片、電磁片 甚至是一些組件和光復電站 投資者如果是有留意到 其實由2015年國策那裡推動 專注發展一個單晶龜 所以龍基是絕對的優勢 因為它在很早期的時候 已經捨棄了不做多晶龜 只是做單晶龜 因為那個純度相對比較高一些 但是同時間那個成本也會高一些 但是到了中期會有一些政策 或者很多的行家都會搶去做單晶龜的時候 龍基其實都有面臨過一個危機 但是到了2019年 它首先其實是專注 將它這個單晶龜 甚至一些材料 送到歐美那裡做一些出口的時候 到了2019年至2020年 再加上國內推動這個環保的政策 所以令到它無論是出口也好 或者在中國本地也好 都會有足夠的需求的時候 亦都是我們剛才說到的 因為它發展不同的整個太陽能光復產業鏈 都有涉獵到的時候 它的成本也都是相對下降了 其實以龍基為例 它都不需要再靠著一些中國政府的補貼 其實已經可以做到自負營規 做到一個賺錢的效果了 我看到龍基他們的光復產業鏈 包括上下游 不過剛才阿Blaber都提到 有一點點的風險問題 可能有一個龜片價格的情況 價格戰都會有很多 可能大家要關注一下 我們都談完一些太陽能相關的議題 我們都跟大家預告一下 我們看到國際油價 就連續七個星期上升 各位都見過90美金上升 油價的升勢會去到什麼位置 油股又可不可以乘機做個保處 明天的財經焦點 有國泰軍安的研究員和大家分享一下 還有一次謝謝Blaber和大家的分析 節目時間足夠 多謝收看 一字查經消息 受到疫情明顯惡化影響 有調查顯示 香港企業活動在一年以來 最弱 香港採購經理指數連跌2個月 上個月跌近2點至48.9 是去年初以來最低 而且陷入收縮水平 終止連續11個月的擴張週期 受到新一波疫情影響 企業訂單和產量下滑 是去年3月上一波疫情以來的第一次 內地等的出口訂單也急跌 企業隨即減少採購 加上收緊房的限制 延誤旋期的運輸 交貨期進一步延長 但就業人數輕微上升 價格壓力亦緩和 擔心疫情擴散 企業信心下滑至一年以來最低 編制指數的機構預測 今年香港經濟增長3% 人民幣中間價連升兩天 官方開出的人民幣中間價 最新部6.3569對1美元 較上加日升11點 現貨人民幣方面 再按價早段在6.35的水平上落 離按價在6.36水平徘徊 另外人民銀行連續第二天 進行200億人民幣逆回購操作 扣除今日到期的逆回購 單日啟市場正回購1300億人民幣 財經消息看到這裡 多謝收看 節目時間 和大家跟進一下港股最新的情況 港股見到今天低開之後 越跌越多 最新都壓近在日中低位附近 暫時低位落過24,300點 剛剛好的位置 跌幅超過1% 最新的行指都失受了百天線 跌幅有1.1% 跌272點 做24,307點 至於A股方面都要受壓 上陣方面暫時偏遠一點 跌近9點 最近3,420點 至於深淨成分指數跌幅有1.7% 跌至236點 跌至13,221點 口頭補充一下 創業板指數的跌幅越跌越多 最新的跌幅 創業板指數已經有超過3%的跌幅 現時在佈2828點 至於A股的後市方向 我們這節嘉賓就找來Mike和大家聊一下 你好Mike 是 你好 Mike 見到A股 昨天本年回來之後的第一國家 疫若商證方面都可以衝一衝 不過今天很快就有些回調了 創業板指數的跌幅更加有3%以外 你怎麼看A股後市的情況 有沒有什麼因素 大家都要看著呢 短期A股內地的走勢都是比較疲弱 最新出到來PMI的數字 無論是官方或民間的PMI 其實都是反映得到經濟稍微有少許壓力 所以令到今年以來其實開局的話 內地的股市都是戰轉向下 上征不自己這樣看 那個心理的關口可能是 始終都是3,400這個關口 但是看著就算你說 苦連開局的都看著兩市的成交 其實都是萎縮著 很明顯是資金是不願意是怎樣去 就算是這個水平 都不是願意去積極去入場 再加上今天說的是約明系的 或者是醫療股一些利淡的訊號 都傳導回去A股相關的醫療股板塊 甚至乎是創業板的跌幅都挺顯著 我相信內地A股的弱勢 都會繼續持續一段時間 或者是持續到月底 我們見到上陣方面最新跌多了一點 跌9點以外 最近3,420點 再和體體講故這邊 我們有些甚麼會講故的股份 我們見到有隻約明生物 派上來第一位藍 跌幅2,8%以外 騰訊第二位跌幅1.2% 阿里巴巴跌超過3% 中國移動就偏遠一點跌2號 營富基金跌跌近1% 第六位的股份體體 有隻約明康德 跌幅2,8% 美團方面跌幅超過2% 恆新中國企業跌8,2% 京東集團跌4,4% 油邦保險可以逆市升至9,5% 看大家關心的主要藍籌股有甚麼 每封控股升8,5% 升幅超過1% 增加58.7,5% 至於廣交所跌1,6% 煤氣方面靠穩升良 我們這一節再和大家看看 約明系都跟進一下最新的情況 因為看到版面上三隻約明系的股份 都已經是建了52週低位 約明生物日中低位都去過55元的邊緣 最新約明生物跌幅 歪近2,8% 做58.1% 約明康德也有2,5% 歪近左右的跌幅 約明巨落也要跌超過6% 消息都是看著 見到美國商務部 將33間中國企業 納入去制裁名單 禁止業務往來 包括約明生物和中國中車旗下的公司 見到公司都回應 約明回應 未經核實的名單 就不是更加為人熟悉的 美國貿易卡名單 更加說公司會著力 令到他們自己在名單裏面 隨名地說 不過好像這個回應 都幫不了股價的表現 都要問一下 Mike 見到今天約明係 都是拖低大肆的元兇 你怎麼看今次的制裁消息 股價還有多少的下痕壓力呢 消息非常之震撼 因為你講的 大家都會想著 中美貿易戰 或者中美的糾紛 自從拜登上台的話 不要再前任美國總統 這麼針對中國 再加上其實 醫療是相關的股份 大家都會覺得 為了人類的前景 或者是健康的話 未必說真的會 納入一些制裁的名單 還有本身約明係的公司 其實無論在內地 或者甚至乎美國 都是請了大批的科研人員的話 所以可能一直以來 大家都不會想到 原來公司都會是 美國制裁 或者打擊的對象 所以今次的一個傳聞 或者是暫時美方 美國官方那邊 都未經核實的消息出來了的話 可能對某程度上 對市場的震動力非常之大 大家都會叫做寧可信住 急急的股份 無論公司怎麼澄清都好 都好像暫時來說 都好像挽回不了市場的信心 我覺得另一個跌加的因素 就是本身約明係的股份 其實在講的那個估值上 都是比較高的一個估值上的日價 但是現在出來 可能大家對那個前景 都要重新審視的話 令到公司在 就算你說跌到一年的低位 或者是幾個月的跌幅這麼顯著的話 但是始終博鬧底 或者是大家 叫做入場的意欲 都始終是一般的 我們一頭也補充一下 看到日明康德A股那邊 都跌停格局 跌一成 現價A股那邊 就佈94.05元的人民幣 例子廣告這邊的日明康德 最新都有兩成三以外的跌幅 在做$87.05元 談完日股 跟進了基建股 看到上一天都可以炒上 消息也是炒著早前發改委 重新要超前息度開展的基建投資 相關的股份都已經炒上了 我們都看到內地都有保障報道 上海證券部報道 內地多個地方在虎年開工第一天 即是昨天 多個地方都有些大批的重大項目開工 包括投資規模有數以千億人民幣計算 分析人士就說到 隨著農曆年假期之後 工人上班和專項債加速發行 說到接下來的基建法力 有望可以很快來到 我都要問問是否 看到一些基建股 始終都是有些國策的消息支持 你又怎樣看接下來基建股的前景 現在還是不是一個入市的機會 我覺得可以提高一線的 整體上整個板塊都很明顯 有一些叫做資金的吸納 譬如說中交建或者中鐵建 近期的股價都是創作一年的高位 我覺得其實某程度上可以說 資金今年以來寫起一些新經濟股 或者科技股轉移流入一些傳統 或者是舊經濟的相關板塊 再加上剛才也說過 內地經濟下行始終有一個壓力在 以往官方的應對辦法 就是加大一些基建的投資 所以某程度上資金是一個超前部署 趁低及立相關基建股的辦法 我自己覺得後市都會提高一線 因為本身這一類的基建股 其實那個股值都是叫做吸引 市盈率都是單位數 所以雖然今天的市況就一般 但是我自己覺得自以後市的展望 我自己都是自以來幾個月 或者是今年的第一季度的話 可能自以基建股 或者是相關的股份都是自投資的受損 我們看到港股這邊鐵路基建股 那個時代電器三百九百 今天股價都要急錯了 都是看著制裁的消息 是不是 都是 某程度上你就算買的話 我會傾向買總交件或者是總鐵件 本身公司那個自未完成的合約 都是保持在一個高位 你可以預測到公司今年以來 至今年的收入都可以保持穩定的 但是你說相對上一些二、三線的股份 有本來看了 有些未知 難以預測的因素 或者一些美方制裁的因素 所以我自己反而是 叫做說稍微回避一下 始終是風險比較高一些 不是未必說是適合所有的投資者 我們看到三華九八時代電器 或者中車時代電器 都是受著美國商務部 立入制裁相關制裁名單裡面的股份 包括陽明生物和他們 中國中車旗下公司 看到時代電器股份 今天都已經在一個月低位 最新跌幅9%以外 跌3.9%做在38.75% 中國中鐵就升到4仙 輕輕求穩 中國鐵件也要偏遠一點 至於中交件方面 求穩升到一仙 現價報4.9號 中鐵件報5.8 謝謝麥克風和大家聊了這麼多 我們休息一會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今天的節目時間 港股這下越跌越多 看看現在最新的市況是怎樣 現在跌至285點 落到24293點 內地股市都是有沽壓的 上陣去到3400點的邊緣 目前跌至20點 深淨成分指數 更加達到超過2% 跌至303點 落到13152點的位置 究竟後市怎麼看呢 馬上邀請了麥克、梁杰文 出來談談 Hello Mike 你好 袁羅銘你好 今天被受中美關係 拖累股份 醫藥股是其中之一 其他車股、科技股 特別是阿里巴巴 都是拖著市 唯有逆市升的那些 那些複數概念 銀行股 不過力水不多 夠 短期要調整到什麽位呢 我相信今天 其實你問我的話 今年開局的話 其實個股的形勢都不是差 但是始終今天 就比較敏感些 突然之間 美國是將部分的中資企業 列入了一個疑似制裁的名單 其實你說今早早開局的跌勢 但是消息 至某程度上慢慢發酵 令到拖低了港股 越跌越多 如果圖表上看 整體上港股好像 這次真的可能 都要少少時間 才可以上到25000點 受制住100天線 後續的表現 我自己都是看回若明 或者今次美國制裁的行動 有沒有一些 來自美國官方的澄清 因為若明生物就自己澄清了 未必覺得 始終都是一些傳聞 未經核實 但是很明顯 那個市場 大肆就不收落 所以我覺得後市的展望 都是看回來自美國方面的澄清 真是這件事 有一個眉目 才可以判斷得到後市的發展 因為始終如果你說 真是最終真是落實的話 我會覺得不多不少 又會撩起過去一兩年 大家講的是中美貿易戰 或者是相關中美交 對中資企業投資前景的影響 如果這一種負面因素是重臨的話 不多不少都會拖著港會後退 好啊 始終有這些比較負面的消息 現在我們都仍在試低位 目前24288就是今天的低位 跌幅接近300點 當然簡單跟進 可能剛才同事也有些提到 因為其實美國將33間中國企業 納入禁運名單 日明生物也發表了聲明 其實就說自己 都是未經核實這個名單 並非美國那方面的黑名單 對於業務和合作夥伴 等持續服務就沒有影響 但是股價照捱沽 都要問一下Michael 始終這個都好像現在這一刻 好像你說有一點風頭火勢 不單止它自己沽了下去 還有其他CRO的相關的藥粉股 未正式納入這個名單內 都要捱沽 它出了這個聲明之後 你會不會覺得有些信心呢 還是你覺得市場都不是這麼購物呢 我相信市場可能在想一些公司實際的行動 比如說股份回購 或者公司帶股東去增持 單單一個聲明的話 很明顯市場已經是用腳投了票 那麼大家都是不多收落 繼續是估貨先或者釘定先 那麼我相信另一個主要的原因 都是說其實你說近一段長時間 比如說近半年這一類的醫藥股 或者是CRO的股份 其實都是相對上股價都是說是弱勢的 由高位累計的跌幅都是不少的 那麼整體上都是一個資金流出的情況 那麼再加上你說約明系或者是CRO的股份 其實本身那個市盈率或者是股值上一點都不便宜 那麼所以現在還有一些這麼震撼的 壞消息跌加的因素 所以我會覺得就是說可能那個跌幅 可能接下來一兩個星期都要繼續持續 那麼當然很視乎美方的澄清 但是你看著今天那個跌勢 或者那個成交率 我都會很難 應該說很低的機會率 是說今天的股價已經是見低了 所以有貨的話反而真的要自己衡量 需不需要控制風險 而將部分的持衝減遲 好啊 不過見到它出了聲明之後 叫做稍稍好一點點 因為今天脫底 見過55元這些水平 然後跌幅收窄到2成3 仍然都是急錯2成3的局面 去到61.4號本 其實CRO的股份 就很明顯都跌幅收窄 所以若明康德這些 仍然是跌2成1 看到康隆化成的貸格 一度跌過一成過外 目前的跌幅收窄到4至8不等 當然你說留意風險因素 還有另外一個 都比較大家擔心 同一個清單裡面出現了 中車的子公司 原本昨天才衝敬一些政策利好的因素 今天中車就見過一個月高位 之後就倒跌幅 但是一些小不算急的 AX2都是 反為3898時代電器 一切切成接近一成 估計Mica 是不是都和事件有關呢 為什麼急錯成這樣呢 也是 傳聞就是說中車的企業 都會被納入了所謂疑似的制裁名單 但是這件事 如果你說陽明生物 可能都解釋得到 但是對於中車的股份 我又會覺得 整件事始終都要等美方方面的澄清 因為少許奇怪 本身中車在美國方面 不是說有這麼多的投資 或者大家一般人認為的 這一類的基建股份 應該就不涉及一些 比較和美國國家安全的比較 相對上敏感的技術 比如說是5G 或者是一些生物製藥的技術 所以這次的名單 或者在傳聞上 牽涉到中車相關的企業 我會覺得不多不少 都會有一點點意外 但是始終都是跟著股價走 現在都看著跌勢這麼急 或者成交量上了出來 都不會這麼進取 除了急著去撈底 或者在入場 都能給予一些時間觀望 或者讓市場消化一下 是的 即是說大家不要輕舉妄動 這樣急射發 現在成交方面 金額也有兩億八千多萬 就這樣急射落力 而且成交增加 這個要小心一點 失手了250天線 最低位38.05元 目前跌幅只是稍稍收窄 好了 看完這些風險的板塊 想想有沒有什麼購入 在現在這個市況下 有沒有東西值得買呢 野村列舉了四點理由 認為內銀股吸引 途中見到 資產質素好些 現在的憂慮舒緩了 股息率高 可能會夠股份 投資者配置的比率 會相對低一些 而Mike 是否同意這些看法 野村選擇了招行 公行建行 你是不是這樣選擇呢 我會覺得整個板塊 都是吸引的 都很難說 很難去事前可以判斷 究竟哪一隻會 相對上是跑先 所以你說分散投資 起見的話 可能買兩三隻 相對上比較 是平衡那個風險 但是如果你問我的話 都大致上同意 他們看好內銀股的前景 我覺得更加喜歡的 就是相對上 他們的股息比較吸引 始終都看得到 今年以來 其實很多基金經理 或者大家的部署 都是從一些新經濟股 或者科技股 一個很明顯的流出 轉移去一些舊經濟股 或者是內銀股 我自己覺得 大家都會貪其他們的股值低 股息率吸引 還有就是衷敬著 資產質素 是慢慢改善的 以及最關鍵的 都是盈利 是可以 預見到 可以穩定地增長的話 所以大家都會 尤其是今天 這個美國制裁的事件 看到大家都會 對一些 在外國有投資的企業 尤其是美科有關的企業 大家都有個戒心 反之內銀股 大家都理解得到 他們的收入或者盈利 絕大部分都是 和內地相關 或者是來自內地的話 所以在這一方面 不多不少少了 這一類的不可預知的制裁風險 可能在這裏更加吸引一些資金流入 或者另外一個切入點 就是在技術因素上看 雖然大市就上上下下 但是今年內銀股 或者整體上 支銀行股的板塊的走勢 非常之凌厲 多謝股份都創造一年的高位 所以我覺得短線 都還有一個 叫做向上衝的動力的話 都是接下來短期的走勢 都是提高大市一線 今天有份破一年以上高位 有隻中行 內銀股來計 雖然它升接近1% 升幅計不算標稱 但是上個3.71 就一年以上高位 目前正在捱高位 其他幾隻四大內銀入面 有隻939 建行 工行 以及農行 都見過一個月以上高位 不過個別建行省為到跌回 MICA 你就說 都看好它們股息率 就是相對高一些 加上其實是否內地的政策 那方面 未來還是有機會降準 或者支持經濟 都來好耗銀的板塊 都會是 這個因素 我就覺得比較矛盾一些 因為你都會擔心 其實你說今次最新出來 PMI的數字 內地好像經濟 又叫做稍為放緩了 不知道 都會對內銀股的資產質素 有一個稍為負面的影響 但是另一方面 也都市場會衝敬著內地 可能維持一個寬鬆貨幣的環境 或者是再降準的話 對內銀股的業績 有一個利好的因素在 所以在這一方面 我又會覺得 暫時來說難去判斷 或者是中性的影響居多 反而不看著那個資金流入 我相信大家都看重著 他們那個盈利的預見度 和那個牌勢 相對上是優厚而做一個部署 我會覺得這個因素 都會相對上是持續到 可能真的三月底 陸陸續續出賣業績 或者是他們大家看到去年 他們內銀股這個資產質素有沒有改善 或者是變化 股價那個趨勢 才會有一個改變 是 還有Mike 簡單補充 你就說應該 就算你看好內銀股 都應該做分散投資的 你就說相對看好內地四大內銀 但是如果業務表現 看增長的話 又想有股息率 郵儲行 招商銀行這些 今天都破了52週期高位 根據ETNET 這些又值不值得留意 都可以的 你說如果是穩陣看的 可能就是公行或者是中行 但是也都你會感受得到的 好像雖然是股價是破一年新高 但是那個升幅每天都是滴滴滴滴滴 但是進取一些的 可能是傾向選擇招行或者是有儲運行 好啊 即是說大隻的 可能矮仔上樓梯的格局 多謝Mike的分析 恆指現下跌290點的 我們稍後回來看看會視表現 對 我們過了